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 11月16日晚在广西南宁举行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是与毛顿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的 国家级文学奖项 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受邀出席该活动 期间莫言在受访时说 骏马奖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其中展示 该奖项设立的积极作用 在与少数民族作家越来越多 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层出不求 当被问及对中国文学 如何能像李子柒带火中国飞夷一样 火出国爱时 莫言认为不能急于求成 未来读中国文学的世界读者会越来越多 你看到很多作家在国际的书展上 在世界各地的文学舞台上 介绍自己的作品 介绍自己的创作心得非常活跃 这个就是慢慢的积累 水到去成 也不要急于求成 一天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中国文学 介绍去这也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一直坚持细水长流 最后总有一天 读中国文学的世界读者会越来越多 中国文学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学 和分割的重要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 在当晚的盛典上 依次颁发了诗歌奖 散文奖 报告文学奖 中短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奖 广西作家黄峰的诗歌落下来 获得本届骑马奖诗歌奖 他感谢这片土地给他创作的养分 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土壤的环境 这个土壤的环境 所有的记忆都会进入到我的诗歌 只能说它潜移默化的 就成为我诗歌里面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民族的标签 不一定说我要一个壮族的服装 我只要一个三哥里面 它就是一个民族的标签 不是这样 它是一种沉淀的文化里面 那这种沉淀的文化 更多的就是儿子的记忆 对生命的这种养分 广西作家樊一平的上岭恋人 获得俊马奖中短篇小说奖 他在受访时说 上岭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京盛乡的一个小村庄 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和成长的摇篮 樊一平介绍 近年来他参加了广西与东盟之间的 多场文学交流活动 见证了双方文学交流日益密切 我建议就是说除了文学 我们已经走在前面了 我觉得电影要跟上 甚至美术要跟上 这促进我们跟东盟国家的 让我们影响力 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日益扩大 即 sheep 我肯定会猜不船 我肯定会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